我覺得Maz3就是一個很適合這樣子來磨練技巧的一個地方 對對對對 歷屆Maz3比賽令我比較印象深刻的選手大概是去年小卡比吧 他就會帶著自信然後來這邊展現彼的作品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舞台都是這種野性來這邊戰鬥 評審會注重哪些項目 我覺得唱這種比賽現場最重要的就是帶動觀眾的氣氛還有你的肢體 這時候評審都會不自覺被感染 對著你的鏡子然後開始練習你自己的肢體 表紙清晰拍子紋 跟參賽者說把你的作品先要退掉 把你的唱弄到完美 把你的表演練到完美 然後這比賽就不會有遺憾這樣子 2023新北市街頭文化節 有饒舌比賽 塗鴉比賽 報名戒指日期6月30號 從獎金超過30萬元 等你來拿 我們板橋見